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幻音熊孩子联手起来杀死卡卡和妮妮的直接证据 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三天三夜 我们终于找出了其中的答案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 众所周知 一天中午卡卡和妮妮正在田里辛勤劳作 就在这时妮妮发现了端倪 我们发现远处的火山居然喷发了 我和胡学姐看在这里我们都惊呆了 这个时候卡卡也发现了不对 卡卡指着火山 就在这时卡卡通知妮妮赶快给熊孩子和幻音 幻音打电话呀 他们两个相识点了点头以后 妮妮拿出了电话 就在这时小伙伴们注意看妮妮手上的手机上 所显示有两个星球 这分别代表着幻音的所在地和熊孩子的所在地 他们两个现在目前都不在米拉星 而卡卡和妮妮在米拉星 就在这时发送已经成功 首先收到短信的第一位小伙伴 他就是幻音 但就在这时我们感觉非常灵异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幻音的屏幕前出现了SOS 可是幻音直接把他收了起来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第二个主人公 也就是我们的熊孩子 他也出现了SOS 可是这个时候火山已经控制不住了 开始大型爆发 这个时候我们的卡卡妮妮该怎么办 卡卡妮妮首先想到了要回自己的家 可是我和学姐发现 卡卡和妮妮的家早已经悬浮在了空中 哇塞太扎心了 这个是直接回不去了 卡卡和妮妮直接绝望了 可是他们两个只把这个危险的情况通知给了 幻音和熊孩子呀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个就是 卡卡和妮妮的家 那么他们回不了家了 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个时候虚空幻音也赶到了小伙伴们 所以说幻音和熊孩子